记者陈玉富台北报导,复联会前主委郭炎卓云日前以录影方式呼吁复联会资产全军,据了解,复联会员工对此不以为然,认为资产全军复联会以后要靠什么过活,这只是重提一个早被内政部党产会否决的全部捐给国军方案。 据了解,复联会在去年与内政部协商之际,孤家曾提出资产全军方案来换取政府不介入四大基金会,不派任何政府代表进入董事会,但此举违反民主原则,也未落实公共监督,内政部在协商过程直接拒绝,坚持要有三分之一政府代表。 知情人士认为,重提全军方案只是冷饭热炒,况且因派人士拒绝签署行政契约,在党产会强力追查复联会消失档案之际,孤家又提此方案,究竟在打什么算盘? 他提及,党产会已掌握复联会近十年金流,不是捐赠给国民党成立的基金会,就是捐给孤家成立基金会,再再显示复联会与国民党的关系匪浅。 党产会也根据复联会员工公辞及福联会在今年2月提供的被孤家搬走的资料清单,以掌握福联会170箱资料被孤家派人搬至德会接的台泥仓库后,目前下落不明。 1. 促进转型正义条例规定政治档案面施虚复刑事责任,以非福联会主委的人有何立场要福联会资产权圈圈? 此外,日前曾试问潘维刚的福联会宣传组长杨猛。 如今日有在脸书发文质疑,潘维刚不是很想当福联会主委吗? 0资产的福联会是否人具吸引力?